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过学者们的考证对质疑观点提出了质疑 推出五门斩首其实是错误的说法 那么到底五门是不是斩首的地方呢? 要想知道推出五门斩首这个说法是不是正确的 首先就要弄清五门在哪的问题 根据史籍的记载 在元代以前都没有发现有五门这一称呼 一直到公元1367年 朱元璋在南京称吴王后开始修作公事 他把皇城的南门命名为五门 这是五门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 但它是皇城之门而不是宫城之门 明慧典中这样记载 吴元言 坐西内正殿 约凤天殿 前卫凤天门周以皇城 城之门南约五门 东约东华 西约西华 北约元五 到了1377年 朱元璋又在南京改修大内宫殿 决定把阀门称作五门 这才是皇宫的正门以武为名的开始 等到朱棣在北京正式修建宫殿时 一切都仿着南京皇宫的建制 其宫门的正门 也原称武门的称呼 从此直到清代 始终未变 恢复武门斩首之爽 中的武门应是皇宫的南门 也就是紫禁城的正门 武门又被称作五奉楼 分上下两部分 下尾堆开 正中开三门 两侧各有一座阉门 俗称名三暗五 这五个门洞各有用途 中门为皇帝专用 此外只有皇帝大婚室 皇后乘坐的喜教 可以从中门进宫 又通过电视选拔的状元 房檐 叹花 在宣布电视结果后 可从中门出宫 东侧门供本五官员出入 西侧门供宗室王宫出入 两页门只在举行大型活动时开启 此外 武门还是颁发皇帝诏书的地方 每年腊月初一 要带武门举行颁布此年历书的班硕点 年 欲有重大战争 大军凯旋归来 要在武门举行向皇帝进宪战俘的宪府里 这样看来 武门是个很重要的场所 把如此重要的地方作为杀人刑场显然不合情理 既然不合情理 为什么还会有推出武门斩首这样的说辞呢 第一个原因是在封建社会 皇宫是封建权力的象征 是国内的最高政治中心 普通人不可能了解皇宫内的生活 以及发生的事情 因而许多有关宫廷方面的故事 引起了人们的很大兴趣 那些流传下来的宫廷掌控 往往夹杂了许多似是而非的成分 第二个原因是小说传奇等文学作品的传播 明朝以前从未见有推出武门斩首的情节 自明代以后就逐渐渐的 并且日益增多 说唐后传是我国成书较早的一本演艺小说 去述的是罗同扫尾和薛仁贵东征的故事 其中就有多处关于推出武门斩首或销首的情节 风神演绎 及说乐全传内 也有提及武门或推出武门斩首的故事 这些演艺小说成书的时间 大约在明代中益或是清代大量的才子家人小说 公安小说史及杂剧之内 关于推出武门斩首之说就屡见不鲜了 这说明此类情节的产生和流传 仅仅是在明清两代 然而推出武门斩首这一说词不存在 不代表武门就从未发生过行刑的事例 明朝历史上确实是有不少官员曾被拿在武门问罪 也却曾有不少官员死在武门之外 明朝时 如果大臣触犯了皇帝的尊严 便以逆临之罪 施以停障之行 停障就是用大棍子打屁股 行刑时用麻布将最反从肩膀以下绑住 使其无法动弹 再把他双左用绳索绑住 由壮士四方牵拽握定 只露出臀部和腿部 接受停障 先由军校打三下 作为开场 然后上百名军士一边呼吓壮威 一边轮流执杖施行 打完再用后部将人裹起 几个人一起用力 将其抛起 置到地上 经过此行的人 能活下来的很少 不死也落个终身残疾 而武门就是这种酷刑的实施场地 明朝创造了一个